2023桃園萬聖城已經盛大登場了 而今年是規劃長達十一天的精彩活動 直到十月三十一號為止 活動周邊也有不少店家把店內裝潢 佈置充滿萬聖節的氛圍 更推出小朋友喜愛的特色餐點 來搶公搞怪商機 精緻的南瓜和掃精靈造型包子 模樣相當可愛 原來是桃園萬聖城周邊的飯店 為了響應活動主題 魔幻廚房 特別打造搞怪包子 正宗給用餐的庫客 也帶動了消費人潮 因為這次萬聖城其實在一文特區 舉辦了很多的活動 像上週末還有這個演唱會的部分 其實在飯店明顯的附近的逛街的人 都有變多了 也影響到我們餐廳的來客的人數 這回也有餐廳融入萬聖節元素 推出期間限定的特色餐點 包含嚇人的手指餅乾 眼球裝飾等 營造濃濃過節氛圍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整個萬聖節 都是非常可愛 然後非常活潑的風格 然後讓小朋友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也標榜是親子友善的餐廳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比較可愛的風格 來營造整個萬聖節的氣氛 不只是餐廳在裝潢和餐點上用盡巧思 也有花藝店特別在門口樹立自製的恐怖稻草人 吸引民眾打卡拍照 我們晚上的時候有很多人經過的時候 誒 這邊有一個物質 然後他們就走進來問說 可不可以拍照 然後他們就發現原來這裡是一間花店這樣子 2023桃園萬聖城活動長達11天 是歷年以來最長的萬聖節活動 今年更規劃變裝演唱會 電音派對 以及各式主題市集 陪伴民眾度過難忘的萬聖節 記得綜合報導